橄榄球规则 橄榄球的比赛规则有 1.裁判 每场比赛有3名裁判员 1名主裁判负责执行规则 掌握比赛和计时 2名边线裁判负责当球或持球人出界时举其示意 2.运动员 每队有15个参赛队员 前锋8个,后卫7个 3.比赛时长 一场橄榄球比赛一般需要80分钟 有上下两个半场 中间有10分钟休息时间 4.开球 英式橄榄球开球规定为 每半场开始 有开球队员在中线中点处做定踢 开球方站在球的后方 对方队员站在本方半场的十码线后 且开球方踢出的球要越过对方的十码线 5.得分 公方球员攻入防守方得分区内持球出地 可得5分 追加射门 进球得2分 罚踢射门 进球得3分 落踢射门 进球得3分 比赛结束时 以得分多的队获胜